红米6与红米6A区别对比详细评测下行 红米6和6A两款手机采用了完全相同的外观设计语言 机身背面都是绑金属和纱纱彩制机身 小杨柳腰设计握感舒适 而且均提供火阴灰、樱花粉、发泥兰、流沙巾四种配色 二者的正面均为5.45英寸18p9比例720G全面屏 相当于传统5英寸手机的握感 更适合单手操控 同时屏幕四周也采用了圆角设计 屏占比例80.5% 不同的地方在于蜂米6的背面采用的是双上头设计 同时还设置有后置式指纹识别模块 而蜂米6A则没有后置指纹识别 只采用了单上头设计 一款自动手机的性能主要是由处理器和运行内存决定的 我们已经知道了蜂米6搭载联发科K6P22处理器 最低3JB运行内存 而蜂米6A搭载的是连发科K6A22处理器 和2JB运行内存 很显然就性能来说 蜂米6的性能偏中油水平 而蜂米6A则是一款偏下水准的性能 处理器性能方面 K6P22的CPU已兼骁龙U25 比上一代的骁龙430强出27% 连发科K6A22同样采用了12nm工艺制程 最高主题为2.0G赫兹 对比骁龙425和MT6739 性能提升30%以上 对比上代28nm芯片 功耗下降48% 蜂米6采用的是主流的1200万加500万像素后置镜头 而蜂米6A采用的是后置1天300万像素摄像头 很显然在拍照方面蜂米6不然更佳 蜂米6的后置1200万加500万 主摄为1.25微米大像素 即便是暗光或逆光环境 也能够清晰捉捉你想要的亮度风景 AI人像模式加AI美颜 背景虚化人像突出美得更自然 总结 以上就是关于蜂米6A和蜂米6 能哪个好 蜂米6与蜂米6A的区别对比详细评测 对于消费者来说 蜂米6和蜂米6A怎么选呢 如果注重蜂米6显然是首选 性能更好拍照更好 当然如果是老人用户 不追求什么性能 对指纹事件也没有什么吸引力 平时只需要打电话 日常APP使用的话 蜂米6A显然相对来说 更为亲密实用 因此对这一部分 非功能用户 蜂米6A依然是便宜之选